这是高安屯 从2002年开始 北京市朝阳区的垃圾就被丢到了这片距离市中心20公里的荒地 这是他今天的样子 从2002到2017 这里埋了767万吨垃圾 如果把垃圾看成人 差不多有1.3亿人这么重 有点要装不下了 所以在2018年 送到这里的134万吨垃圾都被烧掉了 埋在这里的只有烧剩下的29万吨盔渣 我们找到了这里过去15年的卫星图像 每一天都被烧掉了 动建筑的名字和内部结构 这些分别是填埋厂 粉烧厂 参除垃圾处理厂 胜利液处理站 接下来的5分钟 我会详细介绍这个124万平米的豪华垃圾厂 和这些垃圾们的结局 首先我们要知道垃圾是怎么被送过来的 简单来说 你丢在北京垃圾桶里的垃圾 会被垃圾车装走 送到垃圾楼 垃圾楼送到转运站 转运站分类压缩打包 最后送到填埋厂 焚烧厂和堆肥厂 负责收垃圾的轻运车分为早晚班 在丰台区的马加楼转运站 每天早上有17辆垃圾车 出发去宣武区收集垃圾 比如编号为早时的轻运车 会在上午5点半出发 依次收集这5个点 而朝阳区的垃圾 会送到小5机垃圾转运站 每天早上6点半的晚上10点 都有一百多名员工在这里处理垃圾 这是小5机转运站的处理流程图 垃圾车在路口的地棒称重 把垃圾倒进料仓 通过传送带往上传送 两次的工人会把大件垃圾分拣出来 其余的垃圾会进入滚筒筛 滚筒筛就是一个全是孔的筒 垃圾在里面一边滚 一边向前移动 这些孔的直径是80毫米 从这些孔里漏出来的 大多数是厨余垃圾和奇奇怪怪的玩意儿 这些垃圾会进入震动筛 做二级分选 有机物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垃圾 这些垃圾会被送往南空堆肥厂 其他的残渣会送到北神树垃圾卫生填埋厂 而尺寸大于80毫米 能通过滚筒筛的通常是塑料 纸张 纤维 有更高的热质和回收价值 在马家楼 这些垃圾还会经历一轮磁选和风选 选出金属和塑料用于回收 但在小五基 这些垃圾压缩打包后 会直接送到高安屯的粉烧中心 这里就是垃圾的终点站了 首先向各位隆重介绍 高安屯卫生填埋厂 一个46米高的锯坑 可以埋掉3000万个1米7的泥 在焚烧技术不完善的时代 大多数垃圾就埋在这里 但直接埋垃圾也有很多问题 首先是很臭 甲烷等气体还很容易引起火灾 然后垃圾会滋身携带各种病原体的蚊虫 而对环境影响最大的 是垃圾剩滤液 根据这份2007年的报告 送到高安屯的垃圾里 45%都是食物 这些食物中的水分会不断发酵 混合雨水 地表水形成高浓度废水 不仅污染土壤 还会污染地下水 而5年以上的酱香型老叶 还会有高浓度的氨淡 每升水里有0.0几克 就能把鱼堵死 所以需要给这个坑加一个阻隔层 结构大概是这样 一层黏土 一层砂石 一层黏土 一层防胜膜 一层保护膜 一层砂石排水层 一层土工布 最后再加一层防护土层 上面就可以堆垃圾了 高安屯填埋厂分为6个作业区 都需要盖上一层一米厚的土 土上盖一层HDPE膜 让每层垃圾互相隔绝 先从一区的第一层填到第五层 再填二区的第一层到第五层 直到最后填满 最后所有单元的暴露面 都需要盖上一层HDPE膜 减少臭气扩散 以及降雨渗入 从2002年开始 高安屯进场填埋的垃圾 就在不断上升 2007年一年就埋了116万吨 但整个填埋厂的库龙 也只有892万立方米 每吨垃圾差不多1.1立方米 所以最多也只能埋811万吨垃圾 到2008年的时候 就已经用了68% 马上就要快满了 所以为了缓解填埋厂的压力 2004年这里开始建设 高安屯垃圾焚烧厂 等到2008年建完之后 第二年的原生垃圾填埋量 瞬间减少了67% 只有38万吨了 但压力还是很大 所以2013年 这里又再建了一座 朝阳区生活垃圾焚烧中心 时间有限 今天我们就只介绍这座焚烧中心 这是工厂平面图 主要由卸料平台 垃圾池 焚烧车间和烟气净化间构成 垃圾车会从厂区的东北门开进来 经过地磅撑重 把垃圾倒进一个 27000立方米的垃圾池 工作人员会操控 这个类似抓娃娃机的巨型爪子 把生活垃圾抓上来 丢到焚烧炉 三台焚烧炉 每小时会烧掉672千克汽油 辅助燃烧器会保证 焚烧炉的出口烟气温度 大于850度 让有害气体二二因在高温下分解 850度的烟气会通过余热锅炉 烧开水发电 将温到200度后 进入脱酸塔 除尘器等烟气净化设备 最后从这个80米高的烟囱排出 焚烧厂要处理的除了有害气体 还有每天45吨的国家认证危险废物 飞灰 高安团的做法是把这些飞灰 以2300元每吨的价格 外包给了北京金鱼集团 在这里的水泥窑里 断烧熔融变成水泥原料 解决了污染问题后 焚烧已经成为了 今天最可靠的垃圾处理方案 在可预见的未来 被直接烧掉的垃圾会越来越多 而用来分选金属和塑料的 转运站设备也会越来越完善 这么看来 垃圾分类的意义主要是为了选出 可以被堆肥的厨余垃圾 和防止可回收垃圾被污染 所以该不该强制垃圾分类的问题 就变成了到底是你的时间之前 还是这些肥料之前了 我是吴松磊 感谢刘全对本期节目的内容支持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B站 YouTube 搜索回信 转配复clip 关注我们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 回复垃圾 可以获取本期节目当中 用到的几份文件 我们下期节目见